在一个雷鸣殿上风雨交加的夜晚 黑暗的远处上着艺术光束 渐渐的渐渐的把光向我走来 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哥哥姐姐们 尤其是哥哥们给我们讲故事 一开始就要炫这个情绪 在一个雷鸣殿上风雨交加的夜晚 今天东京就是这样子的 今天真的是雷鸣殿上风雨交加 也是在一个夜晚 还好 我不是这个 虽然是孤独老人一共住在这里 但是隔壁是有邻居的 这个左右都有邻居 所以还好 如果想象如果是在挪威 在我的那个别墅里面 这个方言 躲在里面没有人的地方 一个人在身上老地里面 一个雷把我的那个小木楼砸了一个洞的话 想象是非常可怕 OK言归正传 今天讲什么呢 今天来讲讲这个中国的社会 是不是比外国的社会更加的分裂 引起这个话题的理由呢 是我收得了一位从中国大陆的一位老兄的发了一篇文章 他是从这个微信转给我的 这个文章名字叫什么呢 中国人之间为何意见如此分歧 作者呢 叫刘放 姓刘 这个文章呢 很长 如果他平时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肯花时间去读这些文章 因为是一位老兄 推荐的 所以我也只好认认真正的把它读完 读完以后呢 觉得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呢 一些想法呢 值得和大家分享跟探讨一下 OK 所以呢 我今天把这个文章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那文章特别的长 我是稍微念那么几段啊 比较有代表性的啊 在做出我的一些这个解读啊 第一他说 华人社会无论是海内外华人 正面临着严正的群体分裂 这种分裂 我们时时处处 事事都能感觉到 打开网络 打开手机 铺天盖地的各种文章 微博 微信 都展现出这种分裂 左右两种思绪 姑且从他为左右吧 截然相反 事不良力 水火不如 你死我活 就是朋友 亲戚间 甚至是兄弟姐妹夫妻 父子间 只要涉及到社会政治 涉及到意识形态 就有可能出现分裂 父恰起来 有些朋友 同学 从此断交 兄弟 父子 荒莫重仇 福其 因此而离异 福其 因此而离异 有点像 文化大革命了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吗 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 事实上 分裂是一种正常的 我觉得是这个中国人民 是太习惯的统一 所以感觉到 有一点点分裂 就觉得好像不得了了 当然我现在不在中国 我想中国的情况 无论如何 不会糟糕过 文化大革命 对吧 文化大革命 我尽力了 我要参加了 我也投身到 史无前例的 确确实是史无前例 后来者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那个时候是六情不认 那个时候就是 那是亲不亲 接即分 那就不管是 这个兄弟姐妹 这个父子 或者是夫妻之间 那就是 只要是观点不对 你是宝皇派 你是赵皇派 那就是你死我活 那个儿子告老子 这个夫妻复告 这种事情是 天天都在发生 我的一个同学吧 就把他自己的父亲 给害死了 为这事 他自己也是痛苦了一辈子 以前我也讲过 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台湾人 在日治时期 他是日本兵 派到中国大陆去打仗 抓起来以后 就变成了国民党的兵 OK 国民党的兵呢 又给共产党抓起来了 又变成共产党的兵 这个中国所谓解放以后吧 就是说台湾叫沦陷以后 那他就是这个英雄 后来就是说 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因为他就把自己历史 全部钢上了老婆了 因为是老婆嘛 等于跟老婆讲 其实我是这样一个历史 我以前是这么个人 我不仅仅是解放军 我还是国民党的兵 我还是日军 OK 结果是文化大革命 给他老婆给揭发出来以后 这个人就给整死了 这种事情在文化大革命 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不相信今天的社会 有这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那么的糟糕 如果说是一般的说呢 就是说社会分裂 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社会 它都有不同内容的 不同形式的 已经不同程度的分裂 我们就讲美国这一次 美国这一次分裂的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且能不能愈合 还是一个问题 你说我们在挪威 挪威那个社会很干净 都是挪威人那个时候 但是那一次为了 参加欧盟 这个事情 那全国吵得一塌糊涂 那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你要说社会的话 你要说这个马来西亚 那马来西亚明显是 搞的种族歧视 它从法律上 就是对待华人 就是区别对待 所以任何一个社会 它都有分裂 但是为什么这位作者 在这里会觉得 我们华人社会特别的分裂 好像比其他的民族 更加分裂的理由 我觉得是刚好相反 是由于他在中国生活 他已经习惯了 这个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 OK 他不觉得这个社会 应该是分裂的 如果你想社会 应该 本来就应该是分裂的 而这个 分裂是自然 而合作呢 是人类的智慧 他这么想的话 他就想通了 对不对啊 那么就是 由于在中国是长期以来 我们惯需的 我们所说的教育 是要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 注意了啊 连思想都要统一啊 还不光是统一行动啊 你是当兵的 要统一行动 我们理解的吧 大家一起走 但是想 总是 这是每个人的 这个 你不可能一起想嘛 但是中国就要求你 还要统一思想 想都要一起想 那只有怎么样呢 那就只有 是在里面 这个做程序了 那以后 将来AI的那个士兵啊 他只是跟他 做一样的程序 他一个司令 发一个程序以后 所有的视频 统一思想 大家一起想 那就全部变成AI了嘛 对吧 变成机器人了嘛 那人类的话 他不可能嘛 他是个体的 他就有个人 有个人的想法嘛 但是中国共产党 就这么的 这个啊 这么的先进啊 他已经很早之前 就已经想到了 机器人的 那种那种做法 就统一思想嘛 所以我们中国人呢 在统一行动 统一思想 统一惯了 在一定的时候 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可以说是 可能在习近平的手里啊 这个比较自由了 大家可以这个分裂了 对不对 那你在毛泽东 实际上 毛泽东时代 初五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都不让你分裂嘛 对吧 之前讲一样的话嘛 对吧 当然这个 总的中国的历史上 从这个解放以后嘛 就1949年建国以后 到现在新中国 可能从思想 言论方面 最多自由的那个时期 可能还是江泽民那个时期 我记得江泽民那个时期 是没有这个强的 网络是没有强的 可以自由 可以自由讲话 你甚至是说 打打江泽民 也没有问题 你就说那个时候 说江泽民迫害这个 法轮功 迫害法轮功 但事实是法轮功 还是让他存在嘛 法轮功甚至可以 集体跑到天安门 跑到中国去 集会 啪 一个小时 全部法轮功站在这里 一动不动 再来两个小时 愚人大敌 结果还没懂 他反应过来 啪又散掉了 就法轮功有那么好的几率 他还能够让他 在那里 这个这个集合嘛 那你现在 你法轮功到天安门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 你天安门 你再搞一帮法轮功 突然再出去 在天安门广场 那你试试看 那么情况不同了嘛 所以江泽民时代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 是一个比较的 自由的一个状态啊 那么现在 既然中国的这个社会 能够分裂 能够让你分裂 能够让你在这个网上 在微信上 在微博上 互相发言 互相骂 那说明他的 还是有相当一对的 这个言论 有一定的自由性 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觉得呢 我不这么看这个问题 我跟这位 刘先生的观点不同 我觉得呢 就是撕裂 社会的分裂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 是一种天性 而西方的国家 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家 由于他认识了 这个天性 因为中国认为 统一是正确的 而西方认为 分裂是自然的 所以在美国 才从小学 就开始学习 这个debate debate 就是这个辩论 从小学就有 美国是有这样的课程的 从小学 就教小孩子 怎么样辩论 你拿出你的论点 然后你论证 就是你拿出你的论点 你去论证它 这个老师打风啊 他不是按照 你的论点的正确与否 而是按照你的论点 跟论证的这个技术啊 这个逻辑性 来分 你哪怕是说 地球是方的 OK 然后你拿出一套证据来说说 我证明这个地球是方的 不是圆的 那么这个老师打风呢 他不是按照你说地球是方的 还是圆的 这个事实的打风 这个课与这个事实没关系 就是我证明地球是方的 我拿出我的证据啊 我能证据 然后呢 这个思想 这个逻辑是通的话 这个分次就很高 所以呢 这个美国人 他是学会了什么呢 分裂的社会 是一个自然的社会 是一个常态的社会 而合作是人类的智慧 就是我们本来是分裂的 但是呢 为了这个社会前进呢 我们要学会合作 所以美国人 用他的民族自由的方法啊 那他们就是说 我们一起来争 争到最后 我们选 选出了以后 那就是你不满的 你也要服啊 你也要这个 忍受四年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美国人都学会了 就是说 在这个分裂中 怎么样能够共存 怎么样能够一起前进 OK 这一点可能是跟我们不同 我们就是一定要吵到 就是说 不樊而散啊 这一点也是我觉得 非常不可以理解的 就是 西方人 他要跟你争论 尤其是法国人啊 那他是看得起你 是觉得你值得交朋友 他在跟你争论 对吧 他跟你争论以后 你就发生冲突 发生这个冲撞 发生感情上 精神上 思想上的这个冲撞以后呢 你们就互相认识了 那么就你们的 这个关系就提高了 他是这样的 中国人不同啊 中国人是这个 就像这个夫妻 夫妻吵架一样啊 这个外国人是 不过了就不吵了 对吧 我都不跟你过了 我还跟你吵什么呢 那我不跟你过了 那么就是说 我们吵的目的 我们吵的目的 是要更好地过下去 我们这时候还要吵 就是吵出一个 共同的一个点 我们按照 还是继续过下去 这是吵的这个意义 如果我们决定不过了 那就相互客气气 就不要吵了 对吧 中国是反的 对吧 中国就是说 既然要过了 我就不跟你吵 那么一吵了 我就不跟你过了 就这样 所以我那个前台 那个情乐 他后来跟我吵 我真的不理解 我说你还跟我吵什么呢 你是要跟我过吗 你要跟我过的话 那我们就好好讲 也不要吵了 对不对 那么你不要跟我过了 你还跟我吵什么 那么那就是分手了 你过你我过了 不就完了 没什么好吵的嘛 所以说这一点呢 确实是我们 对待这个处理 这个分裂的这个手段上 是跟西方是有点不同的 这个技术上是不同的 这一点呢 我觉得 我不能同意 这个刘先生的这个看法 觉得中国社会 比西方的更加分裂 我认为分裂是一种 自然是一种常态 后面讲的就是 他分析了 这种分裂的根子 是因为没有共同的信仰 这种状态 就是不可能有共同信仰 这种分裂 就是意识形态 价值观的分裂 意识形态跟价值观的分裂 又源于对历史事实的 不认同 源于对一些基本事实 缺乏起码的共识 争论或者分裂的焦点 是对文革的看法 是对毛泽东的评价 进而对社会制度 宪法的看法 对民族自由普世 价值观的看法 对美国和西方的看法 等等 他这个呢 讲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你分裂的 讲穿的就是价值观不同 对不对 这个好简单的 不过这里呢 我要稍微拿出一点呢 就是说 关于这个信仰问题 就是这个呢 就是说 在西方共中国的社会 确实有一点点不同 就是说 西方的这个社会 它确实是建立在一种 宗教信仰之上 它是有一种宗教信仰 就是说 为什么以前 这个为了宗教打仗嘛 对吧 我宗教不同 我就没法跟你一起过 我宗教不同 就没法跟你过 就要把你杀掉 所以呢 这些清教徒 才从这个英国 跑到美国 才建立了美国嘛 所以宗教就是那么厉害 大家有一个 共同的宗教 宗教 宗教其实就是一个故事嘛 大家认同这个 同样一个故事 认同同样一个价值观 在这个价值观之下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这一点跟中国就不同 因为中国是没有宗教 对吧 以前有过佛教 不过那确实是一种文化 对吧 它不能算是一种宗教 但是呢 在我们毛泽东时代 我们是信过这个共产主义 相信过毛泽东 把毛泽东 作为是一个神 把这个共产党 作为是一个神 把这个社会主义 把共产主义 作为是一个宗教信仰 那么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呢 那么就是由于来 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思想的冲击啊 就与这个人讲一样啊 那么就是说 意识形态的不同 对历史世界的不同的认知 以及对任何事情的 不同的观点 讲穿的就是价值观的不同啊 意识形态的不同 那么就会产生了 这种分裂啊 这一点呢 我觉得它讲的 还是是符合事实的啊 那么我们下面来讲一讲啊 它具体讲了 对哪些事情 这一点呢 那么借它的文章呢 我觉得应该提出来 供大家思考啊 他一共提了这个九个问题啊 九个问题 九大问题啊 第一 共产党在建政前 是否极力主张 争取民主自由 主张建立立立法 是否主张军队国家化 是否强烈反对一党专制 如果是 为什么现在不准说了 看来这个人是有点反动啊 有点反动 这个姓刘的 是不是给抓起来 我不知道啊 第二 国民党军队 是否是抗日战争的主力 如果是 为何不承认 蒋介石 是否夺着峨眉上 不看战 看战胜利后 又下山摘桃子 OK 第三 土改三反五反 将地主杀死 将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没收 是对还是错 如果是对的 为何现在资本家更多 更富 他们还可以入党 土地 房屋 也可以出租 而且公开承认 私有财产是合法的啊 第四 反右是对还是错 如果是对的 为何几乎所有的右派都平反 如果是错 为何不准讨论 OK 第五 三年大饥荒 到底饿死多少人 原因是什么 如果真的饿死了数千万 为何不承认 连杨继神研究大饥荒的书也尽 这是假的 为何不让专家自由讨论 为何不将真相公布 如这三年的气象资料 苏修必在的资料等等 第六 彭德怀冤案真相是什么 彭德怀如果证实 是蒙冤被害 那么责任人该当何罪 第七 朝鲜战争的真相是什么 这场战争是谁发动的 应如何评价 越南战争的真相是什么 是谁先发动的 第八 如何评价文革跟毛泽东 文革死了多少人 如果文革是错的 为何研究文革却成了禁区 谁是文革的主谋 是江青吗 江青和四人班为何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力 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如此深圳灾难 全部算在江青一个人头上 如果说他只是重犯 被判死缓 那么主谋又当何罪 该如何评判 举个简单的例子 抓了疑伙犯罪团伙 如果重犯 判去死犯 主犯该判什么罪 是幼儿园小朋友都懂的逻辑 第九 真的信仰共产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吗 如果是 他的本质核心是什么 中国现在在实行的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吗 OK 这个以前呢 有一个叫九评共产党 这个是好像的法轮功 他们写的 其实我呢 也是稍微看了一下 觉得写这些文章的人 其实都是共产党 OK 都是前共产党的人 因为九评共产党的文风 跟共产党的这些 大批判的文章是一模一样 跟这个大字报是一模一样 所以他们是这个党内的反对派写的 就是说事实上是 党内的这个不得意的 不得意的这个被打下的这一派写的文章 这个好像也是九个问题 像共产党 现在九个问题 他的最后结论就是说 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悲观的 真正起到作用的是国家政权 只有通过国家行政立法 从小学教科书开始 从幼儿园开始 让孩子们知道历史真相 避免接受虚假的东西 从小听真话 讲真话 真诚做人 梁启超说 少年治则国治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这个人非常反动 他为什么不引用这个伟大领袖习近平的语录呢 要引用这个梁启超的 只有让少年都知道了真相 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 当然 知义新南安 这与重建民族思想文化道德体系 是一体的系统大工程 OK 他算是一个怎么说呢 现在华人中间的思想家吧 算是比较有思想的 提出了很多问题 但是从他的这个文章 非常非常长 我不能够全部念 我感觉就是 他的这个观点 非常有局限性 非常有局限性 其实这是明显的 就是把西方看得比较理想 觉得西方的社会是比较理想的 去看待中国的社会 所以他产生这种悲观 由于我在西方生活了 这个几十年了 这个三四十年了嘛 对于我对西方的社会 就是说 无论从理论上 还是从实际上去体验的话 其实就是说 任何社会都有它的好处 跟坏处 挑挑手咬人 没有一个社会 它是完美的 所以中国也中国的特色 所以我觉得 这位朋友 他提出这些东西非常好 值得我们普通老百姓 和政府的一些 这些人员 去研究探讨 去思考这些问题 是好的 是中国的社会 更加进步 但是我 说心里话 出来这么多年以后 我反而是对中国的社会 没那么悲观了 我觉得中国确实在进步 在前进 所以希望能有更多的 这样刘先生 出来多讲话 大家一起来讨论 只要是思想 只要是讨论 只要是有独立思想的话 这个民族就会有希望 OK 今天我就把刘先生的文章 这个算是宣传 转播和凭借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面还在 外面 外面还在下着很大的雨 在这个风雨交加 雷鸣电闪的晚上 我念完了 刘芳先生的文章 希望大家 省事 不要做噩梦 谢谢大家 再见